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介紹 分析一下 我之前 就前陣子 在西湖比賽 的畫面 那我今天特別講起跑 也就是因為卡丁車嘛 他都是動態起跑 所以動態起跑他有些訣竅 然後我想要分享給各位 好好學喔 開始囉 你看我現在在第三位 然後第一位是 黃士華 然後這個是Jimmy車上的盡頭 Jimmy在第二位 所以黃士華第一 Jimmy第二位第三位 你看 訣竅是什麼 在三就是跟緊一 有沒有 就是跟緊 有沒有 哇 你就是跟在一後面 然後不要離他太遠 卡住二 有沒有你看 這樣是不是就過去了 這樣懂嗎 OK 然後 就這樣 所以起跑的時候 你在三的時候 不一定會比二來的烈勢 OK 因為你可以跟在一後面 然後把位置卡住 所以你看 剛剛是預賽一 現在預賽二 我再示範一次 如何在第三位 保持好位置 因為我測試沒測好 第一位是黃士華 第二位是Jimmy 然後接下來是 我 我是第三位 來啦 你看 我讓你看看 如何在第三位 會保持住 OK 讓第二位沒插進來 重點就是什麼 跟緊 有沒有你看 就貼緊貼緊 貼緊黃士華貼緊他 貼緊他 有沒有你看 有沒有貼很緊對不對 你看二號是不是進不來 是吧 所以實際上啊 在內線啊 的三號 我覺得是比二號 還要來的有優勢 OK 所以 預賽一預賽我的示範給你看 那由於 預賽一預賽二啊 我都是 就是 跑 然後 上升到第二位以後 最後結束的名次 就在第二位 所以 你看我決賽的時候 我在第二位的時候 起跑 為什麼我一直這樣搖來搖去呢 因為我在暖胎 OK 你看這Jimmy的鏡頭 啊Jimmy就掉到第三位 然後黃士華 還是第一位 那你看我是第二位 你看喔 我示範一下 如何第二位 保住第二位的位子 眼明手快 登滅 殺進去 有沒有 對不對 就是不要浪費時間 也就是 但是 看他第一個過來的時候 你要趕快進去 跟在第一個後面 這就是訣竅 實際上我是有點 投資不老 我是不太想告訴你們說 第二位如何保持在第二位 我是想告訴我的療機啦 等你們變成我療機 我再告訴你們 好嗎 我再告訴你 這個第二位 變成第二位的訣竅是什麼 OK 不好意思啊 讓我暗扛一下 拜拜